OK,如果你把你的86duno接上了電腦之後,請你從後面開啟電源 先開啟電源之後,在你的Windows上面打開86duno專用的Repeater Host OK,程式進來之後,左上角有一個連接的按鍵 理論上你按了連接之後,電腦就會與機器連接,機器會發出聲音告訴你他們已經連接了 這時候請你走到手動控制的地方,先確認一下你能否控制機器的馬達 所以請你按左下角的Home 當你按下去之後,機器應該會到X軸跟Y軸的0的位置 然後Z軸會先往下降,再往上升 好,如果歸零沒有問題的話,請你再切到SD卡的位置 SD卡裡面其實指的是86duno裡面的內置的記憶體 在校正的時候,我們需要做的動作有兩個 第一個是請你按Prop Z Offset這個資料夾 請你點開最下面Zprop.gcode這個程式 然後按住上面的Play 機器會發出聲音之後,它會進行噴頭的校正 所以它會讓Z的平台來回上升下降 按摩 好,當平台完成校正之後 這時候請你拿一支十字的螺絲起子 從噴頭上方有一支黑色的螺絲 請你對著它旋轉 旋轉的過程中請你看著左邊Z軸的指示燈 當你應該先逆時針旋轉 當你轉了某一些角度之後 你會看到Z的綠色的燈會亮起來 再往順時針轉它又會熄滅 請你先尋找到要亮不亮的那個點 確定你找到這個點之後 請你再順時針的把這個螺絲轉四分之一圈 也就是九十度 這樣你就完成了噴頭第一部分的校正 這個時候你需要按的是螢幕上有另外 在Z-Prop G-code上面有另外一個Safe 請你先按,請你按下去之後 再按Play 在按Play之前要提醒的是 這是一個存檔的G-code 所以它會有兩聲的聲音出來 在兩聲的中間 如果你把電源關掉了 那這台機器的韌體會因此受到損害 就必須回原廠重新刷韌體 所以在進行這個動作之前 請你要特別的注意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這個是第一聲 中間會大概有五到十秒的時間 好,這一聲完之後就是代表我們剛剛所進行的噴頭的校正已經完成了 那第一個部分就做完了 那回到指目錄下 我們第二個要做的是Bad Adjustment 這個是確認你的平台是否是水平的 請你點進來 在裡面只有一個G-code 所以你就要請你按Play 這個G-code會讓噴頭 它在你的平台上會選擇九個不一樣的點 每個點會對它進行三次的校正 藉由Z-軸的高度 它就可以知道你的平台是否是水平的 或者它其實有哪一邊是歪斜的 並且它會告訴你 你要從哪邊去調整 呼喚 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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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李從下面記錄顯示中你可以看得到有四個部分 它會分別告訴你左上、右上、左下跟右下的角落分別需要轉幾圈 我們自己看得到左上跟右上的這邊顯示的是 Pass 代表的是我們不需要對這兩個螺絲做調整 但是左下跟右下的話我們就必須對它做調整 它這邊顯示的是左下跟右下我都需要順時針的轉0.1圈 那所以0.1圈的話大概是30度左右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要對左下還有右下的兩個螺絲 就直接用手旋轉就可以了 所以就稍微的旋轉 好,那你轉完了之後,行李再重新的再執行這個G-Code一次 請你一直重複這樣的動作,一直到四個角落都顯示為 Pass 這樣才是一個,這樣你才能確保你的平台是水平的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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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好 你有可能狀況下是你可能調完之後發現現在跟我們現在的狀況一樣是下面都過了但是上面又在進行調整 所以這個動作你可能會進行五到十次甚至更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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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動作繼續進行 可以 好 好 好 空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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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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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边也可以看得到风扇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右边也可以看得到风扇现在的速度 或是挤出头现在的flow 它的状态 还有挤出头现在的温度 我们可以看得到风扇看得到风扇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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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oo 好 好 所以當你要清的時候,請你先把它開機 按住紅色的按鈕,直到機器發出聲音 現在機器就會進入清噴頭與退料的動作 這個動作大概會持續3-5分鐘 我們現在要開始會放入清噴頭 因為它會放入清噴頭 所以現在是要回到清噴頭 所以是要在清噴頭上 放入清噴頭 就可以進入清噴頭 和清噴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现在在焚头加热 加热完之后再退掉 一步加热没有办法清分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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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當第二聲只是音響起之後,你就可以按住彈簧把你的料全部都抽出來 那前面這一段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已經不是透明,變成半透明 然後它的形狀也長得不太一樣 這一段就是清噴頭之後清出來已經使用已經加熱過的PLA 這段請之後把它剪掉不要再使用 因為重複使用的料可能會造成噴頭的堵塞 所以當你順手的話你可以直接把它折斷 並且丟棄,那就留這個頭,下次一樣直接進去 推到底就是可以進行下一次的列印